在我们讨论红案这个时刻 还有更新的这个案子 也带大家同步来关注 还记得发生在年初的 妈妈嘴双施命案吗 今天是最后的辩论庭 辩论庭早上辩论之后 现在下午两点钟 正式再度的开庭了 那么看看现场 有什么样最新的讯息出来 我们交给外场的主播 郑亦珍来告诉你 持续带你来关注 妈妈嘴咖啡店的开庭 重点今天是一审宣判 之前的最终辩论庭 谢一涵的生死关键 就看今天法官会做出 什么样的宣判了 预计在下个月 也就是九月 很有可能就会做出 一审宣判了 那么今天在稍早的时候 陈静福的家属 也来到了士林地方法院 他认为所有谢一涵 在策谎之后的自白书 都是他自己为了要脱罪 所编造出来的 我们先来听听家属说法 策谎后的自白 你需要名字挺找的 我是觉得 真的是一个大叉叉 我们家属都是 全部都是摇头 因为今天他为了要脱罪 他什么话都讲得出来 对不对 你现在人已经走了 也没有办法去证实 那今天我个人的想法是说 他在大学时代吗 还是什么时候 他不是写了小说 请到了三线一新的 非常厉害的策谎专家林固庭 他要来还原当时帮谢一涵的策谎的内容 希望法官可以听听看 从策谎当中 到底谢一涵有没有良心未敏 就是希望法官可以不要判处谢一涵太重的罪 像是死刑 所以目前最终辩论庭还在开庭当中 而今天法官还有林固庭的证词 将会是谢一涵的生死关键 那么请您持续锁定中天新闻 随时为您更新来自庭上的最新讯息 时间还给棚内 好我们谢谢主播正一真 带我们来掌握到关于妈妈姐 这个双十命案最终辩论庭的一个消息 那么对于这个策谎的部分 最后确定是结果是没有过 那么现在加水对于这个谢一涵的自白 完全也不予相信 最后辩论结果会是如何呢 持续在节目当中也带您来做掌握 那我们再谈到说军神法正式的 在马总统飞到门约也得要签署 而且加紧开快车 在星期四就正式要来公布 但是这个时刻大家对于军检 以及军高院呢 其实依旧是没有抱持信心 为什么呢 这个封闭的环境 大家是前后期的学长学弟们 在这里呢要加水又不可以外扬 所以暗侃呢很认真很重要 所以事发到今天第41天 未来一出来到桃院或桃检 大家有些什么新的市政 或什么样新的动作可以来补强 在这里大家恐怕也是摇头居多 不过我们接下来就请X先生来告诉大家 为什么我们对军检军法院 这么样的没有信心 如果只是说就我们刚刚的形容封闭嘛 大家是前后期学长那就算了 只有这样子而已吗 整个案子发展到现在 今天X先生要告诉我们这个最新的进展 8月10号很重要的日子吧 8月8号再度提供 8月9号判定统统又被驳回 8月10号去开庆功宴 对 我相信今天啊 今天军审法总统突然在美国签署了 对军检跟军高院来说也是一个 又是一次突袭啦 因为他们本来本来其实我们了解说 从第一次抗高到现在 到最近要提第三次抗高 其实军检跟军院他们都有一套 自己已经感觉是已经 累好了一个剧本在 从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就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正能A的供值 正能A的积压亭 跟上一次第一次的积压亭 交保间隔差不多两天 那差不多两天的情况下 你如果有这份正能A的供值 为什么你不在第一次起诉书里面 就把这个供值加进去呢 还是说你这次把这个正能A的供值 移出来只是为了要平息我们的民怨 因为25万人已经上了街头了 所以说这次啊 我们又在发现 其实本来哦 整个军检跟军院 可能还有在一套剧本要继续演下去了 对 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军检跟军高月 他们来自同一个学校 他们来自什么地方 他们来自于国防大学 现在之前叫做政战学校 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在8月10号 大家都还在关心整个 就案子的时候 他们已经私底下悄悄的进行了一场同学会 同学会我 我想说大家一定觉得同学会没有什么嘛 我就是在那边点名啦 这个同学会叫做什么 政战学校第45期的同学会 齐别都出来了 齐别都出来了 跟这次的庭 跟这次的庭 有关系 当然是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对 45期我们可能不知道是谁嘛 对 但是重要的人其实都在 45期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他现在在军中的官阶可能是 少校到中校这个等级 但是呢 当然这个等级里面也包含了许多 我们这次在军事法院里面 会出现的一些重要的人员啊 或者是一些 跟审判程序有关系的人 包括法官们 对对 包括检察官们 这个在这两次的抗告庭上 我们都其实都看到他们了 对 其实在这整个8月10号 这个同学会里面啊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是 就是他来了一位少将 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少将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跟大家讲喔 在军法体系里面 一个少将就相当于是 他的职位啊 已经等级是 军事法院里面的院长了 所以说你的一个这么高阶的长官 突然出现在这个聚会 这个小学地里面的聚会里面 不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奇怪吗 更何况里面啊 出现的人还有谁 一些担任资讯官的角色 然后甚至还有军事检察官的角色的一些人 那这大家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会出现这些人呢 是 其实这些像刚才我所说的资讯官这些 他可能就来自于269旅 或者542旅这些单位 就是我们这次出事的单位啊 那这次出事的单位 一般来说如果照我们平常在外面 审判体系来说的话 检察官跟法官 其实在审判程序中 你们应该是要保持一个距离 才能保持到一个审判的中立 跟一个专业度的在 是 但是我们在军院这边 我们看不到这个情形 从这个政战体系的同学会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 为什么这次政战体系 所有人都可以平安无事的 就让工程针对都退场了 没错 全部都没事 是不是跟这个同学会里面 或者是你们 政战学校里面的学长学弟 有一个关系 互相照顾的关系存在 这是很让我们怀疑的 另外这个同学会 我跟大家透露 其实在这个同学会 当时 讨论的是什么案子 讨论的就是这几次 跟抗告有关的一些证据 跟一些案子 他们说穿的就是在讨论 这整个红重秋的案情嘛 好 那接下来第三波 这一次第二波的抗告 这两天可能抗告庭 就会要开或不开 但这个过程当中 那大家还期待 有些更加公正的一个 真审出来吗 其实我想说 公不公正已经 已经是我们看不到 已经可能已经看不到 为什么呢 其实从这次军审法通过 我们就可以知道一件事 如果说军审法 是在整个红重秋案件 由军检这边的起诉阶段 就已经通过的话 对 那我们相信这个抗告 绝对是有未来的 是 这整个案件还是有希望可以办下去 是 但现在什么情形 现在遇到一个最尴尬的情形 军事法院这边 已经进入了审判阶段了 那你进入审判阶段 你移到外面的地方法院 他又怎么再去做前面侦查的动作 是 他因为一些人证物证那些 他也没办法起诉 对 其实在一般地方法院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什么 证据力 当然 你一份 我们从之前的起诉证明看到 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人证 没有误证 那你出来之后 一到地方法院 最简单的是 地方法院如果我们要用人证的话 我们一定会用测谎的方式 或者用交叉结尾 叫你们互相去咬对方 然后做出一份 有公信力的证据 是 但是我们看到军检没有 军检所有人证没有经过测谎 所以说这个证据力 到了一般的法院 法官会采姓多少 我们不知道 因为我们一般 在外面的法学素养就是 你要有多少证据 你才能继续办下去 那如果在一个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再给陶检来办的话 我相信 所有在第一时间的误证 都已经不在陶检手上的时候 他要办下去 也是不太可能 真的很难 好 我们谢谢X先生再告诉大家 8月9号刚才看到 上次的抗告最后 还是交保成功 8月10号 这些政战学校们的前后期的 不只是法官们 不只是检察官们 这里头还有来自于 269跟五四两旅里头的 这个资讯官们 大家一块在这 前后期的同学 学长学弟们 在这开同学会 那么现在告诉大家 这场同学会呢 能不讨论到鸿岸吗 当然会讨论啦 因为8月9号呢 抗告已经提出来了呢 那么就在这里讨论 那接下来 这个庭还要开吗 这一下都已经讨论好了 抗告的书都看到了 就拿过来理由 就这样子嘛 虽然现在大家都不对外来公布 重点是 嗯 少将级的 相当于院长级的人物 也出现在这里 所以鸿岸现在说 嗯 真是 有华哥 移还是不移 实在都很难 来有华哥我们就来看到说 因为呢 不移 宏家人完全没有办法相信军审 但是移了出来又怎么样 因为第一时间的证据恐怕通通不见了 我们说到这回 是要朝所谓的灭证方向来走 抗告的可能成功性会高一点点 但灭的证据我们就简单列出来 这么多东西都不见 但是我还是给宏家律师一个建议 你们应该去拿六军团的调查报告 还有陆总部的调查报告 还有总督察长办公室的调查报告 这三份报告做一个交叉比对 这里面是矛盾重重 还有就是说宏家的律师 你应该要把确确的日程 你把它提了出来 7月3号到7月4号之间 已经有灭证的动作 包含7月4号完了以后 沈威智命令张志伟召集部队讲了一些话 等等这些 到了7月5号到7月7号 7月7号是陆军总部 还有总政战部的监察官下来调查 那7月9号随即发生篡政事件 那7月11号到7月15号 陆陆续续的篡政 因为我发觉 宏家的律师有一个思考的盲点 他思考的盲点就是 太相信军高检他提供的资料 他以为从里面是鸡蛋里面可以挑出骨头来 鸡蛋里面挑骨头错了 我必须要告诉宏家律师们 律师群 你们是骨头里面想要挑出鸡蛋是非常困难 鸡蛋里面有可能挑出骨头 但是骨头里面挑出鸡蛋是绝无可能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在军检在办这个案子 军检正式接手的时候 各位晓不晓得 是所有的行政调查报告都已经完了 应该是7月12号以后 他才陆陆续续的接手 所以7月3号到7月12号之间 我们看你发生的这个 其实我认为大屏手机是无关紧要的 手机MP3是还给鸡家 一级一物也还给鸡家 那现在比较重要的是新府报告 死亡笔记本跟先是录影带 我们先讲死亡笔记本 死亡笔记本至少三个人看过 至少三个人口 除了沈维治他们这些一般的军官 或者志愿役的人看过以外 包含义务役的有三个人看过 那三个人看过两个马上掉职 还剩下一个还在52里 那个是志愿 那个是义务役的不是志愿役的 所以这个人名字我到现在我都在保留 他是第三个最后一天7月19号的时候 在监察官的位置上面看他 第一次出现 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是7月9号省微制的创政大会 那换句话说 从7月9号到7月19号这十天以内 死亡笔记本应该是在 而看过的就有三个人 三个人现在 当我们在电视上面讲的时候 你两个人马上掉职 那剩下一个我们没有讲到的那个人 现在他还在 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关键 另外一个监视录影带 监视录影带的话军高检 他是把监视录影带的这一些东西全部移交给陶检 就是说是由军高检移的哦 请问是不是由269旅移的 请问 好我想请问 沈威志这个旅的监视录影带 你们有没有搜索 哦 你们有没有搜索 就是说包含开会 包含进出旅户大楼啊等等啊那些 所以他542旅没有搜索 269旅连禁闭式的录影带 一个是消失的80分钟 一个是消失的30分钟 但是这些都可以还原 为什么 因为几个动作 那个是没有办法伪造的 看过就是看过 没有看过就是没有看过 那你绝对不知道这些动作 是啊 但是现在所有的禁闭声都已经证实 是有这些动作的话 录影带应该是还在 录影带是还在 只不过是看你要用什么方式 让他们交出来 最后 现在放在监察官跟新府官手上的 新府报告 新府报告究竟是新府官写的 还是洪仲秋自己写的 还是吴义竹刘炎俊帮他写的 所以只要这三个东西弄了出来以后 就可以证明了一个事实 就是军方为什么他要灭阵 如果他的动机是家丑不外扬 那我相信你无法说服个人 但是那我相信他们在这里面 应该都看到的一些不应该看到的东西 好比说那我讲到监视录影带 各位晓不晓得他把信送的禁闭声 弄得小便失禁 抄到小便失禁 呕吐不已 就是说这种镜头 军高检 要不要真的把它调了出来 或者淘检 你们就把它调了出来 现在呢我建议淘检 你们不要放那些比较正面的画面 你要把所有的画面 通通送上youtube嘛 你由那些专业人士你来检验 说哪一个镜头它隐含着危险的动作 你不能选择性的公布几个那个镜头 好比说洪仲秋 那你看他是非常正常的在那个运动 可是陈嘉祥把它弄到旁边做那个人鱼交叉的动作 怎么不在这个监视录影带上面 他是不是被灭掉的那一段 他是不是被灭掉的那一段 那些通通都可以公布 还有死亡笔记本 尤其是第二本 你只要让他出土的话 或许对案情有重大的突破 那新府报告是涉及到伪造文书的 这一些请问军检 你查不查查 就是说我们讲到死亡笔记本的三个人 结果军高检他马上查 我们讲到手机如何还到洪价 他马上查 那你不觉得非常奇怪 我们讲到监视录影带的时候 几个不雅的动作 叫天龙八四的时候 我的朋友就马上被约谈两次 那换句话说 他们根本知道这一些人都存在 没错 只不过他用恐吓用威吓的方式 如果你们讲出去 你有签保密协定 如果你再想 我就用军法办 这个就是军高检在办案的一种心态 这也是让全国人民或观众感到不服气的关键所在 是 谢谢尤华哥这方面说明 不过立即要请教律师 像刚刚尤华哥讲到说 很多人在这个时刻 可能被我们叫做威胁好了 你再讲出去 我军法办你喔 所以把你们叫来 为什么要查那个手机怎么流出去的 为什么要查这个录影带或新府报告死亡笔记 谁经过手 查这些经手人 基本上是在恐吓你 那接下来 8月15号以后 这种保密协定 或是我拿军法办你 这还有用吗 基本上 因为他们毕竟现在都不是现役军人 所以说他们都不用担心说 你会受到什么军事审判法的事情 更何况现在军事审判法 也全部都已经移到那个 刑事审判法或起码这边的处理 所以我是鼓励这些证人 你就把你看到的东西 听到的东西 把它讲出来 你们绝对不会有 说到说 之前我跟你签了所谓保密协定 而受到任何处罚 绝对不会有 绝对不会有 是 好这个完全可以放心 但是如果是现役军人的话 要省理会 现役军人也不用啊 我觉得现役军人 你应该大胆 因为 你毕竟是中外民国的国民嘛 你就你所看到的东西 你本来就有作证的义务在 而且这个对整个实体的发现 真实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你真的是 应该是勇于站出来 把事情讲清楚 好所以律师这边告诉大家 不用担心 不管你是刚刚推议的 还是你还在军中 如果你知道整个事情 过程的真相 而且重点是你曾经被约谈去 而且威胁你要军法办你的话 很抱歉 8月15号走 直接通通办不了大家 这能不能够让真相 早点的敷出台面呢 我们待会回来继续讨论